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对姐夫可能就会有点 还可以再观察一下 但是他会想要替他做面子 可能他去找他玩之后 他可能带东西回来就说 这是天极送的 这是姐夫送的 然后你看他就是 就是多知道这种人情事故 各位好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月娘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 在剧中是一对母女 可是在剧中这个母女关系 其实也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我们觉得她感情非常的好 我们邀请两位来跟我们聊一聊 首先欢迎的是剧中的萱妈妈 我们欢迎梅长芬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这一位呢 我们都叫她阿子 可是她姓孙 在剧中叫做孙子 我们欢迎于婕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从第一集看到现在 其实观众如果真的细细地去 知道你们两位的关系的话 是因为她的妈妈是您的 跟我从小是手帕交 对 然后因为往生的时候 所以我就对她女儿特别照顾 而且这个照顾照顾到来 您自己女儿的问题 都要拜托她对不对 对 因为自己知道自己女儿的个性 她有时候也蛮牛的 也很有主见 那当母女两个很坚持 很僵持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靠一个第三者 一个中间人来传导 因为有时候两个都拉不下脸 那刚好她又是她的好姐妹 那我又视她如女儿 所以就有时候就叫她 去劝劝我的女儿 那有很多消息 我也是从她这边知道的 我觉得于婕这一次 在这个月娘的戏当中 尤其前阶段 再从她这个少女时期 到这个少妇时期这一段 哇 你真的算是天极跟阿岳当中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穿真引线者 没有你的话 也许我们这个天极跟阿岳 能不能顺利结为连利 说不定也是一个考验 对不对 我觉得我很像润滑剂 就是很像妈妈跟姐姐中间的润滑剂 还有姐姐跟姐夫中间的润滑剂 就是中间可能就是 他们遇到很多问题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 就是像家人一样 有时候你如果感情太好 或是太轻 你反而有一些话 你讲不出来 或是你讲了 对方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 那就必须要从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来跟你讲说 其实她的想法是什么 那有时候可能讲话比较直接 你会不舒服 那就是其实她也是爱你的 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你看那个阿岳她的一个终身大事 其实妈妈非常非常的介意 对 对 因为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一直到开始跟天极有一些些的这个好感 要出去相约完之后 这妈妈真的就再一次的觉得 想要替她找一个很好的不一样的对象 帮她安排相亲 对 因为当然嫌她住得太远 这是原因之一 然后再加上可能两个人的生活环境 也太悬殊了 那所以再加上妈妈也很多不舍 所以妈妈一直希望说 就是给她安排好的路 能够照自己的路 照我安排的路去走 那中间就会一直不断地帮她相亲 会想找一些门当户对的 都是为了她将来的幸福着想 对 我觉得阿岳她是会用什么方式 希望让妈妈或者是她姐妹知道 她选择的人其实是对的吗 我觉得像姐姐她就是比较懂人情世故 她也知道妈妈可能对 就是对姐夫可能就会有一点 还可以再观察一下 但是她会想要替她做面子 可能她去找她玩之后 她可能带东西回来就说 这是天极送的 这是姐夫送的 然后你看她就是 就是多知道这种人情世故 对 然后她说她有想到你们 对 所以你看她是一个很好的人 或是她也是一个很努力 很勤奋的人 对 很朴实 去展现出她的优点 其实妈妈心里有数 她知道因为以天极的当时的身份 还有她的经济条件 是没有能力送那些东西的 那她也知道阿岳其实都是阿岳买的 然后对 她为了给天极做面子 然后回来都说天极要送给爸爸妈妈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想想 不被祝福的婚姻真的 真的到最后 当然是就是说她们的过程会很辛苦 妈妈可是看的是比较长远 妈妈看的比较长远 对 女儿 但是女儿可能也是因为很 从相处的当中去知道 天极的为人 对 对不对 所以她也是希望说 或许大家互相的一起来观察 对 让再做决定也不迟 对 对不对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看到阿岳她用一种很圆融的方式去处理 余杰因为其实我们大概都是在一个可能交朋友或是到失婚年龄的一个阶段 有没有曾经也是类似于遇到这样子说自己的好姐妹或是好朋友可能在认定了一个对象的时候也是碰到这种家人 被祝福 对 对 对 这其实还蛮难过的 就是可能他们两个其实就已经有想要论及婚嫁 可是可能男生的就是家长会有一点点意见 那他们也会觉得这样子的状况会让他们有可能到最后可能就是最后最差最差的状况就是分手 对 他也会很难过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难去处理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像姐姐这样也很坚持很坚持 我就是要嫁给这一个人的时候 对 其实还蛮佩服他的 对 对 因为现在这种很难就是如果你一直都是被一直不被祝福 然后一直有很多争执 那到最后就是会不了了之或是不欢而散 对 其实我们自己也都经历过这一段时间 也曾经也是觉得就是很坚持 但是我喜欢的人我认为他我看的都是OK的 可是你家长的他的出发他的观点他的看法可能跟我们又又被道而知又不太一样 所以有时候想想我觉得还是回过头来你还是真的要要接受父母亲的意见 因为毕竟父母亲看的比较长远 那他看的也比较周到一点 对 可不可以从你们旁观者来看君主在演这一个角色 你觉得他有没有你们感受到的阿月的特质 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个任性 我觉得姐姐有一个任性 就是她觉得这个是她很坚持她要做的 而且她很认真 我觉得她很敬业 我觉得她诠释得很好 对 把剧中人物诠释得很好 而且像他们这些年轻演员我觉得这一组戏很棒 因为现在现在年轻一代的演员比较没有我们那个时候的就是好像是伦理啊辈分的观念没有那么重 那他们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戏里面又不一样 像比如说其实大家也知道君主已经怀孕嘛 那那个时候她其实还没有宣布的时候 她因为她的助理他们知道她怀孕了 那比如说安排了椅子啊给她坐啊什么的 那只要看见我来她觉得我们是长辈 她就她是不是椅子会让我坐 我就觉得很感动 我后来知道说其实她已经怀孕了 那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一部戏里面的年轻演员真的很棒 真的很好 对 而且她真的很敬业 对 我说那种任性就是像是爱乐师姐那种 就是她觉得这样 她其实是一个很坚强的一个女生 对 所以就是我也跟她讲说 哇像姐姐这样子很辛苦 因为她其实没有因为她身体不舒服 然后就就是有什么东西 她其实都还是很敬业 然后陪我们这样一起就是全部都拍完这样拍完 对 这是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小小的花絮 尤其在这个当中我们从第一集感受到很多都是 母女三人有一些些这个感情上面的一些交流 让我们可以越来越从你们的互动当中去了解阿悦她的个性 也可以去想一想说也许未来她遇到的任何的关卡 她会怎么样去面对 对 也感恩两个今天分享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发的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